我也想起来一个 就是在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 就也是小时候 你在废话文学的代表 那个时候刚进初中 就是其实是有那种 比较仰慕的女生 人就是同桌那种 就很喜欢这位女生 然后就买了巧克力 但是 刚刚开学你知道吗 画了不是画了 是我对那个女生有那种 很喜欢但是分不清人 分不清人 然后把巧克力送错了 你这个喜欢也太敷衍了吧 两个女生走在前面 因为我们班一进去 老师就要要求女生剪短头发 就是发型都一样 发型都一样 身高都差不多 然后真的 我当时也很害羞 两个人并肩走 两个人并肩走 我就送 我走了 我就跑了 跑了之后 然后就那些年错过了 到最后 我还是要求你 到最后